黑色百萬轎車車頭幾乎全毀 引擎蓋凸起 巨大撞擊 前方休旅車甚至被推擠到人心道上 車頭及車尾嚴重凹陷 另一台棕色轎車更慘 後車廂被撞扁 三台車撞成一團 車殼零件噴飛四散 連車輛的logo都掉了下來 當時碰撞的巨大聲響 附近民眾趕緊出來查看 聽到聲音然後過來 對 我們在對面 你們在運動就對了 事發台中一名理性男駕駛 凌晨12點多 開著試駕500萬名車返家 衝撞停在路邊的白色休旅車 再追撞前方棕色轎車 肖室駕駛驚驚魂未定坐在一旁 車主監或警方通知到案 看到愛車被撞成這樣 真的很傻眼 在這裡找朋友吃飯多久 因為想說路邊有位置會停下來 你坐在這裡嗎 你坐在這裡嗎 不放心啊 轎車駕駛好無奈車才剛買 就無辜被撞 對啊 吐了多久 他多久還付完 剛買而已 因為精神不計 而失控撞上兩邊路旁的車子 那個理性駕駛只有胸口輕微的挫傷 本身沒有喝酒沒有酒駕的情況 回到事發現場 地面上車可零件四散 警方調查 肇事駕駛沒有酒駕 但疲勞駕駛上路撞回兩台車 幸好人沒有大礙 實在萬幸 記者成功 瑞陽金位於文台中採訪報導 好 好